这个小菜根本就是反映人生的 嗯,苦瓜 叫做苦尽甘来 我们试一试 看看这个苦尽甘来 有没有反映你当年、当月、当日的光景? 嗯,有啊 很甘啊 哈哈哈 真是甘甘地的 甘甘地 不,不止甘甘地也挺甘 苦尽甘来,主角当然是苦瓜 苦瓜切片,姜切丝切粒 先炒苦瓜,再爆香猪肉碎和姜粒 加入苦瓜、腩菜和少少蛋漿 试过就知道苦中带甜 苦尽甘来的日子,当年是苦的 甘蔘味道,熬了多少年? 我想啊,我想都好几年了 因为我又很有趣 我觉得我条路是一步一步 做跑龙头,做甲热饼做得久的时候 慢慢会有少少导演找你做几集 有些角色,有些对拍 有些监制就会做十几集 然后慢慢又重一点 由五六线、三四线到二三线 二十几年之后我才做主角 这二十几年其实很平均 所以我们出来都是由小角色做 真的由甲热饼 村民甲热饼、路人甲热饼、文猿甲热饼 这样去做 那又怎样呢? 你不觉得当时熬到没有人吗? 开始不会的 开始因为很有兴趣去做 而且开始觉得任何一个角色都可以发挥 应该是 是的,我就算做一个支持艇 我在旁边起创 我也觉得我很努力 我觉得我有表现 所以当时其实很多导演、副导演都很喜欢我 所以当时我常常爆表演 我每年都爆表演 是吗? 是的,因为副导演预计我去做一个老人甲热饼 村民甲热饼 我会稳固,不会被导演骂 没错 我说一句对白 半句对白都不会是你 你没有NG 没有NG 所以慢慢累积一下就会很多 开始有些导演就找我做些有几场戏的 即是有些character的 可能是主角身边的某些人 有些影响过剧情的人 你没有觉得不甘心吗? 会的 有的 因为当时除了不甘心 我想是有少少原地踏步的那种阴满 是的 很惨的 这个感觉很惨 所以有些人经常说 你会不会想过放弃 有没有? 会的 有的 每隔两三年你就会想过放弃 因为好像 我两三年也是在做这些 但很惨的 因为天要留住我 每隔两三年就会有些事给你做 忽然间 是吗? 我本来想跟老婆说 我们闪了 接着又不闪 有的 因为我头一张约是五年 五年之后其实想离开 因为真的满满的 或者是常常在夹夜饼 偶然就算是一两句对白 你都好像没有什么满足感 在演出上来说 其实你没有满足感 没意思 但是差不多到五年左右 又让我拍到一些挺好的戏 当时譬如拍到《人在边缘》 这个是有回响 有反应的戏 接着又拍了一套叫做《自疏女》 一套很特色的戏 我也记得 是很特色的戏 我们也许得去找《自疏女》故事 你会发觉 虽然我不是很重的戏 但当你做了的时候 你觉得挺有希望 好像自己又重演演出的活力 信心 明白了 这个就叫做苦尽今来 人生不可能会起伏 如果要选一部《深水之作》 我也是会选《以海号情》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年代 因为那个年代是我们中国人 可以说是最苦难的年代 当中因为这个苦难 更加能够体现到我们中国人那种内容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这个是我一直都很想在一些戏 或者什么去表达 还有我觉得在那些最艰难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人性的光辉 不就是人 怎样去珍惜他身边所拥有的东西 珍惜他的朋友 珍惜他所有的关系 那部戏《以海号情》 其实真的可以体现到 因为他不单只是写一些男女的感情 他还有很多友情 很多街坊的感情 那部戏能够给大家有一个很怀念的 一个这样的味道在里面